18岁少男被60岁老太性侵 这位老太正是大名鼎鼎的西汉管桃公主刘朴 当时管桃公主的丈夫陈武去世 此时她已是个60多岁的妇人 寡居在家里迷恋上一位叫董眼的美少年 董眼从13岁起就被管桃公主抱养 此时董眼已经18岁发育成熟了 管桃公主便迫不及待地宠心她 虽然对面是60多岁的老公主 奈何身份尊贵 董眼也只好顺从 后来有人告诉董眼 司通是死罪 董眼进退两难 只好恳求管桃公主 把自己的私家园林长文园送给汉武帝 让汉武帝包庇两人的奸戒 管桃公主便答应了 后来 董眼又劝管桃公主装病 引诱汉武帝前来探望 汉武帝到后 管桃公主便拉着董眼 一起拜见汉武帝 汉武帝见到董眼后 心花怒放 当即赐给他上等一官 尊称他为主人翁 这便是主人翁一词的最早由来 从此以后 汉武帝也经常照董眼入宫半价 与董眼玩各种游戏 汉武帝非常开心 是称上大欢乐志 后来 在东方说的弹劾下 汉武帝便疏远了董眼 董眼抑郁而死 董眼死后不久 管桃公主也不活了 临终前留下一言说 不愿意和丈夫陈武合葬 只想与董眼合葬 汉武帝答应了他 便把管桃公主与董眼合葬